澳大利亚独占一个大陆 有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的而因为常任理事国无论从地位还是国际化女权都具有支配性的能力因此很多国家都想成为常任理事国最典型的日本印度甚至巴基的而占据整块大陆的澳大利亚未来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吗从世界版图来看 全世界分为六大洲而唯一占据整个州的国家只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其占据了整个的大洋洲陆地可谓是全世界独一无二 因此很多人根据大国均衡的原则主张每个大洲都应该有自己的常任理事国如美洲的美国亚洲的中国为此作为大洋洲最大的国家面积769万平方公里的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常任理事国人选 很多人为此还支持那么一个澳大利亚的国力未来能够成为常任理事国吗 要知道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看看作为常任理事国需要的条件 一是强大的综合国力 二是强大的军事力量 三是具有世界政治影响力 第四经济实力雄厚 现在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基本上都达到这些条件 但是澳大利亚虽然占据整块大陆 但是没有一个条件满足 可以说注定永远也成不了世界常任理事国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微弱的国力 世界大国一般都有庞大的人口 这是国力产生的基础 只有足够的人口才能有足够的产业和足够的消费能力 才能有国力的后继 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 而澳大利亚虽然国土广大 但是地广人稀 这么大的领土只有2400万人 这点人口还不到我国上海市的人 别说产生国力了 就是能不能维持下去都是未知数 因此 险在澳大利亚的国力非常的虚弱 别说跟大国比了 就是跟印度 巴西等都差距巨大 所以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 第二 军事靠美国 澳大利亚基本上军事力量很弱小 而且基本上依赖于美国 是美国的小弟 没有像俄罗斯 我国那样的军事力量 而且澳大利亚最为关键的是 兵力因为人口也无法接近 因此整个就是一个军事小国 第三 影响力走不出大洋洲 澳大利亚在大洋洲那些弹丸小国内部还有点影响力 但是在国际上就显得默默无闻了 比较的没有声音 因为体量太小 国力不行 原来只是英国人流放囚犯的地方 行不成持续的国际影响力 所以澳大利亚是个地区富国 而离国际影响力差得太远 第四 经济实力很弱 澳大利亚虽然人均GDP超过五万美元 但是 实际上GDP总量还不到韩国水平 而且还大部分依赖矿石 农产品等的出口 工业基础也不是很强 所以整体体量很小 就连俄罗斯都不如 所以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 从这一点来看 澳大利亚注定无法成为常任理事国 除非常任理事国不值钱了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性关注 揭秘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遗免 优优独播剧场 李宗盛